今天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遥控汽车呢 可不可以来载我们的小姐姐 那首先呢我们先去载具工坊 把这个遥控的这个单位呢 把它给安装起来 然后再来呢我们把这个感应式炸弹呢把它关掉 OK我们出发吧 我们现在在晚上要去找小姐姐喔 路上看一下 一般我们都是直接按喇叭 他就会上来对不对 试试看 有没有可能在车上包控我们的遥控载具喔 不能选择无法使用 那怎么办 要到一个隐私的地方 他在我车上啊 我先把车停到路边好了 我一下子他也跟着下车了 我一下子他也跟着下车了 这样走了 而且我们在寻找下个目标 对面车道有一个小姐姐啊 我们这次离他比较远一点 我们直接把遥控车开过去 打电话 诶 真的上来勒 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被黄标 要載他到一個很隱私的地方 前面好不好 前面就很快啦 這邊還有一個欸 我覺得天天還穿那麼短 直接進入對話 那一根空氣嗎 這個 哇 還有價錢啊 選哪個好呢 這個你們自己看就好了好不好 我直接跳過 我看拒絕他會怎麼樣 他就直接出去了啊 轉身就走了 重點是我不在車上啊 我們再測試一下啊 來來來 我自己把車開過去 來來 上車上車 好 一樣到我們剛才那個地方好了 已經天亮了 我看喔 我如果直接取消會怎麼樣 那你覺得什麼 直接登書啊 他走出來 走出來了 就這樣走出來了 好啦 感謝各位收看 影片到這邊 那 如果喜歡的話 按個讚 各位可以自己嘗試囉 先這樣 掰掰 拜拜 谢谢观看